曾智希出道以来,就有小郭雪芙的称号,凭借一张精致甜美的瓜子脸和性感的身材掳获不少粉丝的心,而其精湛的演技配上十足的感染力,让她在演艺圈大放光彩。 近日,她罕见晒出自己的全裸泡汤照,开心血下,冷冷的天就是要泡汤,但晒出的仅是背影,引来粉丝敲碗,纷纷表示没诚意,转过来,这杯也太美了,羡慕得难有视角。 不仅如此,该篇贴文中,还调出女星林轩宇以及大牙,两人都留言让她转过来,其中,大牙还点名曾智希的男友陈志强,写道,强强太小气了,拍这么近是怎样,都没有线条了了。 顶着一头俏丽短发的曾智希气质出众,与大十二岁陈志强交往多年,恋情甜蜜。 2017年,她被媒体拍到和陈志强返家过夜,后来两人也大放任了恋情。 被问到最喜欢和最讨厌男友的地方,她坦言,很欣赏对方的幽默,但确实不太喜欢对方碎碎念。 尽管如此,被问到黄少奇和陈志强谁比较帅时,她仍嘴甜地说,少奇哥帅。 但强哥的帅,只有我懂。 还坦言过去的感情路不顺,曾遇到有暴力倾向的男友,对方心情不好,情绪起伏大就会摔东西或有暴力动作。 有次还动手将别人家的铁门锤坏,让她吓傻,后来彻底看透就爱,提出分手,也告诉自己不会再和这类有暴力倾向的对象交往。 先前,曾智希晒出到海边穿深微比基尼的美罩,放送粉丝福利,但被眼尖网友发现她胸前出现不明红点,疑似被男友种草莓,对此,她并未回应。 演艺圈近年接连爆出桃色风波,引发各界再度深思感情关系,尤其是向来,形象优质的王力红被李亮磊控诉多次出轨,交往风月女子,约炮后,再度刷新不少网友的三观。 曾智希在去年迎来32岁生日,没有特别安排行程,因为她前一天就在社交平台上透露将在工作中度过,并,PO出了照片。 照片里的她,露出一抹浅笑,套上羽绒外套,就出门搭车。 话锋一转,还在文末,有杆发的写下,只有钱不会背叛人,其他什么,都是假的。 不知,是否受到时事的影响。 没想到,男友陈志强不久后,悄悄留言其实,我姓钱,机智反应斗的一票网友嘴角失手。 他看到后则甜蜜回应,就喜欢你的幽默。 事实上,曾智希2019年,曾透露,和陈志强有共识,不一定要先结婚。 等有了孩子再结婚也无妨,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男友身边有人有很多失败婚姻的例子。 甚至有人打电话向男友诉苦说老婆外遇了,让男友觉得结婚并没有比较好。 不过曾智希,也表示不排斥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 至于结婚时机,他曾附上一个校库的表情符号,回答称有小孩就结婚。 他在心中早已认定了陈志强,去年记者就曾巧遇曾智希与陈志强和女方家长一同来到好十多大盘肉涮涮锅大安二店,大旦锅物料理。 曾智希身穿开立领横条纹连身裙针之衫,小鹿C级苏胸,级嫩白美腿。 陈志强则穿着长袖上衣搭配短裤,拖鞋,打扮十分随性。 席间陈志强跟准岳父聊得愉快,准岳母更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 气氛欢乐的家庭聚会结束,由她大放请客买单,看来已是女方家长认证的准女婿。 对于当天聚餐,陈志强经纪人称小两口和彼此家人都很熟,有时候没班就会和曾智希的家人吃饭,或是回陈志强高雄老家陪她家人。 曾智希过去,因担任助理主持人出道,后来转战当演员,出演电视剧《天之娇女》,可能是工作压力过大。 2019年,她被检查出子宫颈癌前病变第三期,4月进行手术,7月底回诊报告虽还未出炉,但医生表示,她的子宫颈已经长回来。 安慰她就算有不好的细胞残留,也可能会自行萎缩,但建议,她赶快生小孩。 据媒体报道,曾智希的身体状况不好,之前还长过巧克力囊肿,单边卵巢也被检查出萎缩老化,等于是,有一边的卵巢已经提前进入更年期,对此,她也呼吁大家要好好照顾自己,即使检查,生病了也要积极配合治疗,一切都会好起来。 之前曾智希曝光一系列爆肉照,照片中的她,拿着手摇引坐在沙发上,身穿牛仔短裤,裤头紧绷,不止挤出厚厚一层游泳圈,大腿的肉更明显一出,和昔日纤细模样差很大,让一票粉丝心碎满地,直呼一定是,屁图。 但曾智希亲自回应,表示照片没修图,就是她本人无误,她不好意思地说,之前拍戏日夜颠倒没时间运动,再加上剧组便当又很油腻,不知不觉,肚子就像吹气球一样膨胀,拍戏是装时,衣服都穿不下。 有追踪我的人应该,都有发现,我那阵子衣服,都穿得很宽松。经济人气道警告我要开始控制,这三个月我已经成功消灭7公斤了。 回到46公斤的曾智希,开心地表示,现在体重是10年来最轻的数字。 她说,当年进模特儿圈后才意识到自己身材偏肉,因为其他女模,都很纤细,加上,她是全公司最矮。 只要一长肉,就会看起来很圆,不但一度胖到被当时经济公司说太不知羞耻,甚至被特别规定每次进公司都要量体重。 因此曾智希尝试各种减肉方法,并说,我那阵子很像甩肉模人,因为真的很想快点消下来,什么都敢试,像是断食,不吃淀粉,或一天只吃一颗苹果,甚至还吃其他模特儿推荐的减肥药。 但吃了之后,整个心计到不行,而且又很快腹胖,之后,再也不敢乱来了。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曾智希这次,完全是靠多喝水,尽量让自己维持在气氛饱,有空会做一点深蹲或仰卧起坐,再搭配区域CHE2代谢辅助食品帮助每天顺畅排空。 还激动地说,这次暴增到53公斤,我以为能够降到49就差不多了,想不到居然成功到46,这么短时间就能有这样的成果,惊人到我都佩服自己了。 曾智希在演艺圈中摸爬滚打了几年,有着不一样的经历。 他在做客某节目中大胆揭露,说道,以前还不懂事的时候,我就是被弄得那个。 而且,我觉得双面人这件事,最常发生在模特界,每个人勾心斗角,没有真有意。 我在模特圈,没有交到一个朋友,都只是表面朋友而已。 紧接着他便提起自己的伤心往事,说自己,在做平面模特期间,都会拍摄一些服饰品牌的目录。 有一次,某知名度高的服饰品牌,找他担任代言人。 那时候,他和一位资历深的学姐搭档,在现场原本紧张的曾智希,在得到学姐的关照后,开始放平心态,松懈下来。 然而那一次工作结束后,两人的关系就发生了改变,厂商也没再找过他合作。 曾智希说,那一天去工作的时候,自己的状态非常不好,经常熬夜。 所以,当天没拍完一组照片,就要去补妆。 当时学姐跟他说,没关系,你去补妆。 我们等你,自己状态好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没有警惕心的曾智希,就真的去补妆了。 后来当曾智希遇到当时的工作人员才得知真相, 对方跟他说,都是那个资深模特儿在背后说你。 他跟我们说你耍大牌,说你叫他帮你配衣服,还擅自拿他的饰品佩戴。 虽然,厂商只是听听而已,但是后来,看到你一直去补妆。 那位模特又在厂商面前,煽风点火地说, 你在那边假面甜心,耍大牌,一直霸占唯一的梳妆间,还要所有工人员等你。 这一幕被厂商亲眼见证。 所以,厂商认为曾智希严重拖延工作进度,因此不再邀约,这让曾智希相当生气。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去责怪对方,只怪自己太傻,轻信他人,才有机会被人下套。 职场中,两面三刀的小人,防不胜防。 曾智希心直口快,确实会容易吃哑巴亏,以后还是要督促自己长个心眼。 如今的曾智希事业感情两得意,希望他能一直幸福下去。 明镜 Vel 明镜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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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